渺无人烟的宁漫一号 以前可不是这样 现在真的人都没有几个 电脑都还开着 其实今天本来不太想出来的 但夏小姐约好了 和Karen她们来逛街 只能开车送她过来 然后在什么地方呢 在宁漫路 看宁漫路照的建筑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说句实话现在真的人很少 没有游客 就是网上有些人传什么 说这个现在是不是很多游客了 太多开放怎么样 跟你说没有中国人 就是没有什么游客 以前照人很多的 现在你看基本都是工作人员 对吧 然后但是 漂亮还是挺漂亮的 我还是不爱来 因为不爱来这里 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宁漫路照停车很不方便 这个停车场又特别小的皮卡大字 在这停车很痛苦 所以说 反正就不是我爱来的地方 但夏小姐她们要来逛街嘛 那这还对于女孩子来讲还蛮好逛的 那么今天就喝家这个咖啡馆 也挺有名的叫Giraff Giraff Giraff 对不对 这家咖啡馆 反正是中国的那种 中国人应该蛮喜欢的那种 知道吗 就是那种环境还比较看去不错的那种 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有野趣的那种咖啡馆 然后呢 其实也还好玩坐坐 但东西蛮贵的 刚才点了杯咖啡155台铸 在泰国算是天价了 基本上这儿的一些咖啡都是14050 但是花样精蛮多的啊 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还行吧 随便坐坐 女人逛街 男人就在这儿瞎转着 喝一杯这个奇奇怪怪的咖啡 Demon 这个espresso Tomato Pajunfo什么 这个白香果 和这些什么脏 干干辣椒 辣辣的尝尝看什么味道 一般是5台铸 泥曼路这个地方呢 就是小自行调很足 文青们很喜欢 但我这样的老青蛮 也仅代表我个人啊 就一般 就我宁可喜欢去那种郊区的咖啡馆 因为泥曼的东西又贵 真的挺贵的 你看基本接轨上海了是吧 比上海稍微还便宜一点点 你好麦克 你点的是什么 Lost and Found 哎呦这洋气 fashion啊 超fashion的 Espresso Triple Seca orange Choco orange Choco orange Choco 最后橘子味道 但是不是 我闻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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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闻不出来 我跟你说 我order的是Demon Demon 恶魔 厄魔 里面放置有干辣椒的 哦 这个是有那种Lost Garden 这是迷失花园 夏小姐点的这个可颂嘛 这个可颂 反正跟你说 泰国的可颂其实都还行 一般 但我们家旁边有一家米其林级别的可颂 最好吃 所以说在外面吃可颂 就会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吧 你尝一尝 哦 呦 沉浸似的听 挺脆的啊 应该还行 这个东西要趁热吃 沉浸似 怎么样 你点的是什么味道 Cheese Cheese Hello Karen What is this? Rose 怎么样嘛 Rose Rose 是不是就点点玫瑰糖浆啊 它是玫瑰水 哦 你看 这个是有那种 是德克萨斯的Karen点的 果然是很有那种田园风的 你看上面都是南瓜片 名字叫做 Afternoon Sun dry pumpkin 加seeds and crispy pumpkin 加milk 这是风干南瓜和什么脆南瓜加牛奶 你这里面没有咖啡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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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概我的milk 喝milk吧 果然是很很农场的感觉 夏小姐吃剩的这个可颂又推给我了 把那个食物垃圾桶上线 我来消灭这个 拿拿看 嗯 满脆的 虽然都是有消化这种食物垃圾 但是好的食物还是不错的 它表皮有点太甜了 好啊 我点的这个来了啊 叫做demon啊 那个 你看 很像地狱吧 一圈一圈黑的地狱之之口 里面有个辣椒红颜色的 这是地狱之火 然后他们跟我说 你要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这个是 这个东西是有点那种柠檬味道的 大概是酸酸的 然后 有一点那种脏脏脏咖啡的味道啊 我来试试看这个怎么样 嗯 好黑暗哦 黑暗料理 好吧 这味道呢 好 你能硬说呢 有一点点辣的味道 因为它把辣椒籽扣出来了 在里面 你看 哟 里面是有点那种有辣椒籽的味道嘛 说句实话 我觉得这种咖啡啊 都是花火 你慢路啊 有很多咖啡馆都是这种花火咖啡馆 包括还有一家辣花咖啡馆 这个网 就贫困还挺高的 很多人会啊 进去说一下 葱好喝怎么样 那我自己是觉得 就一般 我觉得是一般啊 这种咖啡也是一样的那种道理 就 你看啊 就仪式感挺强的 还不跟一张卡片 对吧 还照片也拍得很好看 但你真的喝的时候 说句实话 你咖啡味道都很淡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给你有冲击力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的咖啡喝着玩玩 反正换新鲜感 或者你自己好奇心强 那你就试试看 你看这就是我不是很爱来宁曼罗的原因啊 因为我们是比较实惠一点啊 这155泰铢 你在其他地方可以喝三杯咖啡了 你这里只喝一杯 形式感比较强的呢 但味道就那么回事的啊 好咖啡馆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东英宫面馆 他们说这里很有名 挺红的 我倒是想着这个直接方便泡出来的 可能再加点什么东西能多好吃呢 就是麻麻面 就麻麻面 尝尝看吧 然后那家咖啡馆说句实话 我觉得怎么说呢 你游客来 反正在宁曼罗坐坐也行吧 但是我觉得真正热爱咖啡的人 是不会喜欢这种咖啡的 就喝着玩可 咖啡本身是价格高 味道也就这么回事吧 不咋地啊 那就先这样 待会去那个面馆再拍一下 外面摆的这些东西都跟东英宫也没什么关系 那他们已经在里面了 应该就是这家店 Lotti 这家店的最著名的是飞饼 那我们要来这吃东英宫炒面 很很很富心 融合菜 几位女士们的战果啊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都什么东西啊 香水什么的 香水精油吧 大家也不看了 不看了 反正都女人的东西 这家店环境嘛 就这样的 没什么好说的 待会就尝尝东西吧 尝个飞饼尝个面 再尝个土豆泥 看看好怎么样 女人左边男人坐右边 我们的地位就做这种小一点的 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飞饼 我们能尝一下吗 你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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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尝 你尝尝 没有尝尝 太脑了 放倒了 酥子哪有那种小小姐酥 嗯 嗯 这飞饼还蛮香的 没什么玉米和鸡蛋 熬玉米和起司 味道还行 味道还行 你怪不得他自己的推荐是吃飞饼 有他们吃剩的就给我们了 我们尝尝看 我刚才吃的是这个 我再吃一个这个 我们就只能用用手抓饼 正宗手抓饼 这个就是吃鸡来吃 这两个饼都还不错 但都是咸口的 咸口都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也有 我觉得都还行 做的比我想象的好吃 冬阴公妈妈面 然后煮的 再加点蔬菜 加点什么 我在家里煮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夏小姐就说 哎呦 干子行 在外面就要花钱吃这个东西 来吧 就点冰一下 外面的石头就像了 鸽的花钢了 大吃一斤 好够 不要搞了 真的 好 我来尝一下这个冬阴公泡面 用妈妈方便面做的 七泰珠 然后七泰珠的面啊 就是说你自己去买的话 然后它里面加了点这种蛋 蛋蛋液打碎以后 再加了点那种杂菜 就是超市买得到的 那种青豆啊 这个玉米和胡萝卜什么的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额外在方便 面里面再加调料 我先尝一口 但反正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在家里都很容易做的 卖相不是很好看 夏小姐他们吃的很香啊 就是在外面吃这种烂七八糟就很好吃 我在家里做一样的 然后他就很嫌弃 基本上就是跟自己泡都是一样的 就没什么大区别 我觉得也合理啊 他们也不会再自己再去做做个调料包 涂什么的 对吧 面里面全都有的 其实中国以前有大家会流行那个泡面食堂嘛 泡面食堂 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但泡面食堂上可以自己选一包方面 再选一堆烂七八糟料 他这一段就算是一个set吧 不用 这边可以选加个素菜加个蛋 还讲什么东西 也没也没太多选择 太过选择不多就挤蛋 炸菜最多再加个香肠吧 不像我们的花头筋就多一点 味道还行的 因为我上次点苹果 妈妈方面面也算是好吃的 但是你说专门跑宁漫路啊 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 你就吃这个东西 不知道他怎么想 泡面爱好者 我来尝尝看这个土豆 你有没有肯德基的好吃 跟肯德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土豆鸡 什么土豆鸡 也还行 但是也很难说是跟肯德鸡比谁的土豆鸡更好吃 不难吃那种吧 还行 反正也没多少钱 这两个东西40这个是60 100泰铢 你就当20块钱人民币吃一个这种set 一个方便面set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这个饼比较好吃 我觉得三样东西里面要选 我觉得最好吃还是肥饼 其他的就OK吧 就中规中矩的那种 肥饼算是比中规中矩稍微好一点点 外面啊 这是迈克点的天达西的迈克点的 然后大家好久没见迈克了 请迈克尝一下再发表一下看法吧 这面是妈妈面 嗯 它就是面是炒的吗 感觉也是煮的呀 也是煮的 酸的 酸的 嗯 而且我已经闻到很浓的鱼露的味道 嗯 我觉得一般的接受不了鱼露的朋友盛典这个东西 这个味道蛮重的 蛮重的 德克萨斯的Karen主动要求我来拍一下他们现在的 汤光的情况 就面连汤水都只剩一点点 然后有夏小姐还在喝汤 就想证明这个方便面有多好吃 需要那种代购 代购妈妈方便面的紧练习 把东西吃完了 那么反正还行吧 味道难吃不难吃 但是你说多么的美味嘛 也就那么回事 毕竟方便面嘛 上线就在那里了 那我觉得游客你好不容易来玩一次 如果时间不长就那么几天 还是应该把有限的味留在更有名 更值得打款的地方 那那个如果来清卖什么 待时间久的 那可以尝尝这种小众一点的地方 随便尝尝 不价格买便宜 反正就两个人吃一顿也就 六个人才吃了549 就五个人五个人 549是吧 100块钱人均20人民币吧 还是很便宜 好 那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你慢路现在吃完回去啊 拿车 然后现在是一点半 理论上应该是人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了啊 但是你看 还是就那么几个人啊 比早上刚来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点 但是 整体就是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 但是啊 现在你要是喜欢拍照的人来这里拍照是蛮好的 就不会像以前对吧 人山人海的那种样子 想找拍照的地方都不好找 现在看上去还蛮舒服的 所以这就是疫情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吧 这家理发的叫good old days 吧不是什么理发店啊 装修蛮有腔调的 价格也挺贵的啊 大概 洗剪 洗剪吧 那个650 但是一个理发店 我觉得这种 古府的装修 或者装修比较有味道 好像跟咖啡馆还是不一样 还是要看剪的好不好 这个 反正我不会到那去剪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